所以我们现在学习 首先要克服的是什么 心服气躁 儒家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唯学第一功夫 我们要求真实学问 首先在哪里下功夫呢 想得福造之气定 因为这个心不够定 善知识给我们讲法 要不胡伦吞枣 要不着马看花 要不着耳静 又耳出了 不容易入心 这个不是讲谁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起来的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要认识这个时代 而且我们要先自知 然后再知人 我们被这个时代影响了什么 而这个时代的人 又因为现在的这些种种现象 又影响了他们 又影响了他们什么 这个我们都得体会到 知人则智 自知则明 这是老子很重要的两句话 自知了 我才能够 扶持我的道业 不然我每天稀里糊涂 不知道过在哪 修行就是两个字 两句话 老法师说 修行就是知过 改过 我每天不知道过在哪 今天就 稀里糊涂过去了 所以了凡视讯说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逝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步可静 今天就没有进步了 了凡先生这些话 都很恳切 大家有没有感觉 他们的话都很 真诚恳切 我们在读这些经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 佛的心呢 有没有感觉到 了凡先生 他的一种 联系悲悯后人 他希望我们少走弯路 了凡先生说 天下聪明 俊秀不少 就是本来素质的 根性都不错的 为什么德不加修 业不加广 只为音讯遏制 单哥一身 所以 这个修行是知过改过 张家大师 这个是四大活佛之一 张家大师 指导老法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第一次 老法师去见张家大师 问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佛法很好 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弃路 师长问了这个问题 接着张家大师 停了多久 半个小时 诸位忍者 这个我们不能当故事听 这跟我们关系很大 张家大师 为什么要等半个小时 老法师说 但是很多年以后 才知道 张家大师的用意 就是心动了 问问题的心动了 等 因为 老法师说 他当时候年轻 26岁 张家大师 是等他的心 整个静下来了 然后讲了一个字 有 一有 又很振奋 然后又等了七八分钟 讲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大家不要想看六个字 四十九年一切经 就是这六个字的注解 放得下是指 看得破是观 一切经教 就是这六个字的注解 所以大家注意 所以大家注意 大善之士讲话 六个字是圆满的 一段话 一百个字也是圆满 这个可以彰显他们智慧的圆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印光祖师 他有一段话 很短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河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这个念下来才一百个字左右 但是印竹最后说什么 果能依我所说修行 决定可胜希望极乐世界 他给你保证 你只要照这一段话 做就可以成佛 可是这么短的话 三浮六合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都在里面 所以这些大善之士的话 我们要如瓶得宝 都是圆满的 他讲的圆满 他表演也很圆满 所以张家大师 这个就给我们提醒了 我们心要整个静下来 这个法才入得了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现在想想 假如你教学 那个小朋友问你一句话 然后你停了半个小时 我看要不他睡着了 要不他已经走了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个得要调整一下了 但是那个理不能变 事项可以变 理不能变 这个浮躁之气不能降服 听再多的东西 入不了心 我们看起来每天都在听经 突然人家一问 你对哪一句特别有感悟 一问我们就认住了 哪一句对你影响最大 认住了 答不上来了 哪一句你时时放在心中 好像没有一句 只要有一句实时在心中 保证烦恼轻人 其实佛法不是要学很多 佛法重要的是力行 我们不讲别的 我们不讲别的 举刚刚那一句就好了 念念为他人着想 假如这句话 随时提起来 做三个月 保证亲戚朋友 看到你都说 我觉得你变了 有没有哪一个忍者 愿意来做实验 现在这个时代 用讲的人家不相信 我们崔老师举手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记录下来 2021年1月2号 我们四月初再请他发表心得 他这个落实这一句 落实三个月 随时提醒自己 把他提起来 好 所以陈德跟大家举 张家大师这些例子 甚至举 李扁兰老师 讲的这些话 其实都是 让我们要提起 对这一些法的珍惜 他们轻轻地讲 我们要重重地听 而这个浮灶 要调腹也不容易 我们清楚 浮灶之气定了 法才能入心 那我们首先自己要 先把浮灶调伏 这样我们随时 都在教导孩子 怎么样不浮灶 但是假如我们本来就浮灶 其实我们跟小孩 在互动的时候 也不知不觉把浮灶的磁场 会传给他们 其实真的要利益人 我感觉不是很简单 陈德的观察 连四十岁的人 他接触什么主管 就受那个主管的影响 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他只要接触这个环境 他就不知不觉 就受他影响 所以我们坐之君 坐之轻 坐之师 真的要给孩子 学生 下属好的影响 首先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提升 温良公俭浪 就要从我们坐了 透出来 潜移默化 就影响他们了 其实弟子规就是戒 就是特别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调伏这个 浮照 好 诸位忍者 你们觉得弟子规 哪一句是调伏浮照的呢 我们这个弟子规 学会的老师们 优先发言 因为主办圆龙 你们是主 其他参与的人是伴 主办圆龙 那弟子来抛砖引玉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 一句就好 一句就好 不从容 一声缘 拜公镜 也都是在降伏浮照 不从容 很好 事物忙 忙多措 对 事物忙 忙多措 提醒我们在面对事要定下来 掌浮华成何人 掌浮华成何人 浮华的时候心不够定 还有没有 你看都是在举手投足之中 锻炼 安定 所以老法师说 传统的教学 教出来的是小大人 很稳重 还有没有 字不静 新鲜病 对啊 他写字的时候 他就急着要写完了 他那个字就很潦草 而他那个心一直都在 浮照当中 所以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这个不浮照 什么时候不浮照 随时随地啊 随时随地 都是在练心啊 都是在修心啊 不可虚于理也 我当时候看小俄语啊 第一句话把我给震撼了 小俄语等于是小朋友 同盟第一本书啊 第一句话 一切言动 言动啊 言语啊 动作啊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时差久错 只为慌张 我读了这句话说 我得好好补习了 从同盟第一本书 开始补习了 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 好 这个是张家大师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要安定下来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 我读了 clás心 这个是张家大师的 相声 是什么 这会有什么 我认为 它好 无重 有什么 不 我认为